如果有一天醒来 你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古希腊 怎么办 问题不大 今天就教大家一套古希腊人的穿搭 只要学会这套穿搭 即便真的穿越了 你也可以完美融入古希腊社会 当然了 就算没有穿越 日常穿着这套2000多年以前 就已经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服饰 你不仅会成为一位烂仔 更将成为一尊行走的艺术品 那么如何从零起步 完成这套穿搭呢 首先第一步 制作一件西盾 所谓的西盾 是在古希腊 当然也包括古代大部分的地中海地区 人们都会穿着一种束腰外衣 这种衣服 也被古罗马人称之为丘尼卡 西盾这个词 来源于中赏米特语 其最终词源 有着亚麻的意思 亚麻和颜毛 是古希腊人用于服装制作的主要材料 在夏天 古希腊人多穿着透气清病亚麻制的西盾 而到了冬天 更加保暖 颜毛材制的西盾 则是首选 古希腊的各个阶层 各个年龄段的男女都穿西盾 西盾有长有短 其长度一般取决于穿着者的职业和年龄 通常来说 年轻人或是频繁从事劳作的人 多穿短款西盾 因为短款更便于活动 而年长或是地位较高之人 比如绳职人员 则多穿长款西盾 毕竟长款更行端庄 除了长短的区别以外 西盾根据样式 还可以分为多利安式西盾 和爱奥尼亚式西盾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 前者更为简单 而后者通过对布料的堆叠 有更强的层次感 古希腊人西盾的颜色非常丰富 就平民而言 他们大多穿着亚麻的原始色 即棕色或米白色的西盾 而贵族们 他们则会穿着更加丰富的颜色 比如黑色 黄色 蓝色 绿色等等 在这些颜色当中 以紫色作为尊贵 紫色的服饰 因紫色染料的稀缺性 制作工艺复杂性等原因 在古代东西方很多文明中 都被视为一种尊贵服饰 古希腊的紫色染料 多来自菲尼基 也就是现今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地区 菲尼基人通过收集古罗分泌物 掌握了紫色染料的制作方法 紫色在当时 也被称为菲尼基紫 希顿的制作方式 非常简单 以短款为例 利用家里行制的布料 拼凑出一张约1.2倍升高长 等金宽的长方形布料 将其对折 开领口 两边再做简单的粉坠 或是用鳖针固定 最后用一根皮带 将这堆布料束在腰间 希顿就制作完成了 当然了 这样的希顿太过单调了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点点细节 古希腊人为了让衣服更好看 会在衣服上添加各种装饰 它们可以是动植物 神话场景 人像等等 且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示这些装饰 古希腊人还会刻意调整扇衣的长度 即将多余的布料 盘系在腰上 从而形成一个龙起 这个龙起被称为考波斯 有了希顿以后 优雅的古希腊服饰 怎么能少得了飘逸的披风呢 所以第二步就是制作披风 古希腊人最长穿的外衣 是一件名为希马蠢的长款披挂式外衣 和一件被称为克拉米斯的短款斗篷 希马蠢需要一块约等身宽 三倍身长的长翻线布料 它的穿法很多 也比较随意 比如单肩饰 双肩披挂式等等 在非常欣赏男性身体的古希腊 有的人甚至还会单穿希马蠢 克拉米斯需要的布料可以少一些 有一张冰长约等于身高 四分之三平米的翻线布料即可 接着用一个简单的胸针将其固定就可以了 克拉米斯有多种变体 它可以是固定在右肩 也可以固定在中肩 在古希腊 克拉米斯可能是男性们最常见的穿着方式 它甚至一直流行到了拜占庭帝国时期 不过那个时期的克拉米斯 已经变得更加巨大和华丽了 那么到了这里 古希腊人创达的基本要素 我们已经具备了 如果还要锦上听花的话 那就再来一双清凉的古希腊式凉鞋吧 古希腊人有各种木质、柔皮质和布质的鞋子 在鞋面上 他们会编织各种鞋带以固定 不过总的来说 古希腊人其实并不爱穿鞋子 尤其是在室内 他们是压根就不穿 他们认为穿鞋子是一种束缚 也不美观 所以你会发现在古希腊留存之间的艺术品当中 无论是众神还是凡人 很少有穿鞋子的形象出现 据传传奇帝王亚历山大大帝 就是靠赤脚建立起了庞大的帝国 而除了鞋服以外 审美优越的古希腊人 还会使用各种配饰 这些配饰包括头饰 戒指 手镯 扇子 等等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古希腊服饰的简单介绍了 节目的最后感谢一下我们的幕后人员吧 posing 性du initial 需要乐lan 超 corri dust 可 可 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